カモ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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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ベイビ 裏返せよ 恋する 孝順 孝頸 未来がそんな悪くないよ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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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は 修林です 然后下来我们看课文 在看课文之前大家带着一个问题去听课文 東方地方の投げるという方言は 共通語の投げると同じ意味ですか 東北地方 東北地区的投げる这个方言 在共通語 普通话当中 共通语当中 和这个人投げる是否是相同的意思 那我们先认真地听一遍课文 科文 方言と共通語 中国は多民族国家で 民族によって使用する言語が異なっている また中国語も一つではなく かなりの数の方言が存在する それぞれの方言は 発音も文法も語彙も大きく違っている 日本語においても 発音 文法 語彙など 地域による言葉の違いがある まず 発音や アクセントの違いがある 例えば 橋という言葉だ 橋の橋 橋の橋 他にも異なった意味があるが この二つの意味で考えてみよう 共通語では 橋は 歯を高く 歯を低く言う 橋は 歯を低く 歯を高く言う 橋 橋 一方 京都など関西地方では 橋は 橋 橋の方は 橋と発音する 橋という言葉の意味は 方言によって変わることになる 方言の違いによって こんな誤解が起きることもある 例えば 東北地方に 投げるという方言がある これは 捨てるという意味だが 方言を知らない人が これを投げてと言われて 投げるだと解釈して ゴミを投げ返して 怒られたという話がある また 関西地方には ほかすという方言がある やはり捨てるという意味だが これを保管して と聞き間違えて いらないものを 大切に保管してしまった という話もある 現在では ラジオやテレビでは 東京の言葉を基本にした 共通語が使われ 地方の日常生活にも 共通語が浸透している 好 所使用的語言 会有不同 また 中国語も一つではなく かなりの数の方言が存在する 另外 中文 也不是只有一種 还存在着相当多数量的方言 かなりの数 かなり 是相当的 後面 紧接着 それぞれの方言は 発音も文法も声も 大きく違っている それぞれ 各自的 因为先说 存在着相当多数量的方言 然后各自的方言呢 它们的 发音 文法 还有词汇呢 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那么大家观察一下这两个 かなり和それぞれ 本身是 副詞 本身是副詞 这里它修饰了后面的名词 它又加了 no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 副詞 其实前面我们也见到过 再来复习一遍 かなり それぞれ たくさん だいだい 这几个副詞 比较典型 那它修饰名词 可以用no 修饰动词和形容词呢 一般是直接修饰的 就做副詞来解释 我们看例子 新しい飛行場ができるまでに かなりの時間がかかりそうだ 要就是 在建成这个新机场之前呢 看样子还要花大量的时间 かなり 说是名词 かなりの時間 はい 次 イベントの当日は受付や大台で みんなそれぞれ忙しい 忙しい使用词それぞれ 直接修饰 ふつふつ 活動当天呀 就是这个 受付 就是 印接呀 接待处理 还有这个 应对呀 因这些 大家各自都非常的忙 はい 続いて 最近 日本ではたくさんの人が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たくさん 在这里就是人 做名词了 最近 在日本呢 很多的人都开始参加这个志愿者活动了 はい 次 企画の大台の内容は大台付词 就是内容名词 パンフレットをご覧ください 策划的大致的内容呢 请看这个宣传册 はい 回到课文 那再说一遍这里 另外 中文呢 也不是只有一种 还存在着相当多数量的方言 各自的方言呢 他们的发音 文法 语法 还有词汇呢 也有很大的不同 はい 次 日本語においても 発音 文法 語彙など 地域による言葉の違いがある においても 在日语中 也是一样 在日语中呢 发音 文法 词汇 等等 也有着 根据 地区 不同的 语言的差异 はい 下一段 说日语了 まず発音や アクセントの違いがある 首先就有 发音和 词调 语调的不同 例えば 箸という言葉だ 比如说就是 箸这个词 筷子 箸の箸 桥 箸の箸 箸の箸 他にも 異なった意味があるが この二つの意味で 考えてみよう 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 筷子 和桥 就是 也许 这两个 就这个读音啊 箸 或者箸 也许 有其他 不同的意思 但是呢 我们今天 在这里 就用 这两种意思 就是 桥 和筷子 的意思 来 思考 共通語 也就是 東京方言 では 箸は 箸を高く 箸を低く 言う 在 普通话 东京方言 当中呢 筷子 是把 第一个 箸 加名 读高音 然后把 箸读低音 后面 高く 和低く 都是 高い 和低い 的 副词化 修辞 后面 这个动词 移乎的 读高音 读低音 箸は 箸を低く 箸を高く 移乎 翻过来了 桥呢 是 箸读低音 箸读高音 也就是 这两种 箸 と高音 箸 回高音 はい 続いて 一方 京都 など 関西地方 では 箸は 箸 後面 标的词调 箸の方 は 箸 と発音する 但另一方面 像在 京都 等 关西地区 筷子 箸 它读成 是 橋 桥的话 读成 箸 在做 对比的时候 两个字 做对比的时候 喜欢用后 那么 箸 という言葉 の意味は 方言によって 変わることになる 这里 ことになる 得出的结论 根据 前面讲述的 东京地区的读法 以及京都等地区的读法 得出的结论是 箸 这个单词的意思 它会根据 方言的不同 而变化 続いて 方言の違いによって こんな誤解が 起こることもある こんな 直在的是 下文中的内容 开始讲述 什么样的誤解 就是 那这里的 によって 可以说 原因 是不是 由于这个方言的不同呢 时不时的也会产生 这样的误解 比如说 例えば 東北地方に 投げるという方言がある 比如说 在东北地区 就有投げる 这样的方言 这也是我们在 听录音之前 要问大家的问题了 那么大家注意这里 これは 捨てるという意味だが 它本身是扔掉 捨てる的意思 方言を知らない人が これを投げて と言われて 投げるだと解釈して ゴミを投げ返して 怒られたという話がある 这个部分呢 特别的长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 是一个长句子 而且中间的主语呢 频繁的转换 那我们把这个专门 摘出来 一起来翻译一下 これは捨てるという意味だが 方言を知らない人が これを投げて と 给他留着空 想一想 这个地方 言われて到底是 被谁说 是被动 是不是 被谁说 下来 投げるだと 什么什么解釈して 后面动作是解释 谁解释为 投げるだ ゴミを 什么什么 投げ返して 又反人 反人回给谁 怒られた 反人回给谁 就会被谁生气 所以这两个动作 他主意是一个 他的对象 他是一个 都有話がある 有这么一个故事 那我们首先呢 要看清楚 先找出一个 很明确的主意 这样能判断 说这是扔掉的意思 那这里 可以看出来 有一个明确的主意 在这里 这个人 根据后面的が 来判断 对不对 那就是 不知道方言的人 到这 被说 被说 把这个扔掉 これを投げて 那应该是 东美地区的人说的 是吧 扔掉 是不是让他 投过来 是让他扔掉的 但是 不知道方言的人 他就可能 有别的理解了 これを投げてと 那应该是 谁跟不知道的方言人 说投げて呢 那只能是 东北地区的人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知道 投げる是ステル的意思 本意是让他扔掉的 好 这个空肯定是 东北地区的人 那下来 谁又解释成为了 投过来呢 本来人家说的是 扔掉他 结果谁解释成为了 投过来呢 那很明显是 不知道方言的这个人 才会这么解释 对不对 不知道方言的人就认为 拿给路就是投过去的意思了 好 这个地方是 不知道方言的人 那 这个地方呢 那谁又把垃圾 反投呢 还是这个 不知道方言的人 对不对 那反投给 谁 也就是说 被谁生了气 东北地区的人 因为人家是让你扔掉 结果你 不知道方言 你投过去了 把垃圾 投给别人了 肯定是被人家生气了 对不对 所以被谁生气呢 还是东北地区的人 那我们 天好空 東北地方の人 に言われて 方言を知らない人 が解释して 東北地方の人 に投げ返して 怒られた 大家来试图 翻译一下 这一段文字 是不是就明确一些了呀 那我们来说 说这个呀 前面一段 是说 投给路那个词 投给路这个词呢 在东北地区啊 它是扔掉 ステル的意思 那么不知道方言的人 如果被这个东北地区的人说了 扔掉它 これを投げて 而它解释成为 投过去 那不知道方言的人 解释成为 投过来给我 这样的意思的话 这样的意思 它解释成为这样的意思 然后把垃圾 反投回给这个东北地区的人 就被人家东北地区的人 生气了 发怒了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 有点绕 大家整理一下 应该是很清楚的 只要找清楚 对象 在哪里 人 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是谁 咱们就能理解 那我们现在不看那里了 我们再把这边说一下 大家自己试着 想一想 怎么说 这一整段 我们再来说一遍 因方言的不同 时不时的也会引起 这样的误会 比如说 在东北地区呢 就有 投げる 这个我们中文不太好说 我们就用日语了 就投げる 这样的一个方言 那么这个本身是 捨てる的意思 不懂方言的人呢 被东北地区的人 告知说 これを投げて 而自己解释成为了 投げる 的意思 把垃圾 反投回给 这个东北地区的人 让人家生气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这里又有了 怒る了 怒る生气 我们看一下 发怒生气 对比一下 怒る 叱る 注意する 都有 对别人进行 这种指责的意思在 我们通过例句来看 子供の頃 私はあまり 勉強しなかったので 父はよく私を 怒った 我小的时候呢 不太学习 所以父亲常常 对我发脾气 对我发火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呀 我们再看 先生はみんなのまえで 山田くんを しかった 老师 老师在大家面前 我们叫 批评了 山田 那老师有没有 感情上的发火呢 对山田 老师批评学生 是跟 做错事有关 对不对 我们再看 赤信号で 横断歩道 我達ったら おまわりさんに 注意されました 红灯的时候 被老师的学生 叫多 注意する的话 是纠正错误 而且不含任何的感情因素 警察 没有对任何人 含有感情因素 好 再次回答文章 下来 また 関西地方には 包括 という方言がある 另外 就是在 关西地区 也有 包括 这样的一个 方言 やはり 捨てる という意味 だが 还是扔掉的意思 これを保管して と聞き 間違えて いらないものを 大切に保管 してしまった という話もある 可能 别人跟你说的是 ほかして 对不对 扔掉它 結果把它 错听成为了 保管它 于是呢 就有 把 不要的东西 小心意的 珍惜的 保管起来的 这样的事情 也是 方言道的笑话 はい 最后 現在では ラジオやテレビでは 東京の 東京の言葉を 基本にした 共通語が 使われ 地方の日常生活に 共通語が 浸透している 現在 这个 在 收音機 电視上面 都使用的是 以 東京的 話 为 基本 普通話 所以 普通話 已经渗透 到了 地方的 日常生活 当中 有方言 存在 但是 有 普通話 的普及 好了 以上呢 是咱们 12课的 一个 课文 我们也了解 日本 原来也有 这样这样的 方言 存在 而且呢 也因为 方言的 差异呢 有各种各样 有趣的故事 在 那 最后呢 大家可以 自己思考一下 中国における 地域による 言葉の違いを 考えて 日本語で 説明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大家自己 尝试一下 那么 同学们呢 应该也都是 五湖四海的同学 肯定有自己的 方言 那 想一想 我们中国啊 在这个 不同领域当中 这个语言的 这个差异 不同 然后试着用日语 说明一下 或你就找一个 自己家乡的 某一个方言 然后可能在 其他 你听过的 其他的 比如普通话呀 或者其他的 方言当中 是另外一种意思的 像我们刚才 课文里面 讲述的一样 雅师找出来 用日语 自己解释一下 好了 那么 这一集的重点 就是这样几个副词 既可以称识 形容词 可以称识 动词 也可以称识 名词的 それぞれ かなり たくさん 还有 大体 以及我们 这一课的 两个句型 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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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 一语 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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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